痔疮案例 我在26岁生完长女后 一直痔疮流血 至今已近40年 而且越来越严重 如厕对我而言已有恐惧症 2018年5月参加美国封闭学习 听到张医师讲解调音 并介绍能直接温富下腹部的江汤灌肠法 回到纽约 6月1日就开始试用 当天睡前用江汤灌肠 隔天早上排便竟然不流血 我以前也用清水做过灌肠 但是还是无法每日正常排便 就不敢再做了 现在我只要不外出 每晚睡前会做一次温江汤灌肠 每天早上排便都轻松愉快了 现在痔疮好了 排便也正常了 困扰我40年的问题 就用温江汤灌肠 直接温暖下腹部器官就解决了 希望这个方法能让更多人学习受益